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 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 迂迴折曲指鹿為馬 透換概念的方式來說 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 不可以說你不明白了 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 是嗎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又來為什麼我不明白了 今天是261集 2017年的7月31日 有John Sam 和Biddy 突然接不到 這個很生命的介紹方法 真的一時間接不到 阿Mel Hello 阿Mel 你好 這樣 繼續吧 什麼啊 繼續吧 那我 你開頭開得這麼漂亮 開完了 蛤 是啊 倒氣動 你整天都開完了 是啊 我很熱 我這部冷氣好像開得這麼熱 不是 接下來的 本身這兩天就真的很熱 是 真是 到底是不是被熱帶低氣旋影響了呢 我公司的冷氣也不夠冷 我家裡的也不夠嗎 我家裡的也不夠嗎 因為其實我的家是西斜的 嘩 都不少少了 很冷氣的 是啊 你下午在家裡開冷氣 跟沒有開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嘩 你曬著啊 是啊 所以昨天就跟兒子游泳 嗯嗯 游泳也好啊 夏天最好游泳 是啊 什麼 曬到這樣 那就好啊 不會冷氣 當震溫泉 對兒子來說真的好 一定不會冷氣 是啊 當震溫泉 不是怎樣 溫泉又不夠熱了 我又嫌他不夠熱了 這樣 那也有很多街坊也有去游泳 街坊 街坊 你家附近的泳池 你不會故意去我家樓下 不是啊 去龍虎灘也好啊 沙灘也好啊 其實沙灘很麻煩的 曬一下 沙灘很麻煩的 曬一下 不是啊 反而這些時候 我覺得去沙灘就真的危險 因為堅熱 是焗啊 是啊 你下水和香港的海水 我真的越來越沒有信心 是啊 我曾經 因為有很多北方來的垃圾 飄去有關海岸 我之前做事有接觸過幾個事情 就是說丁九附近有兩個泳灘 嗯 他就說 因為那邊附近就用在這個深井 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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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井隔離 那邊就有一個叫做污水處理廠 是 污水處理廠 直接排下去嗎 不是 他就把深井上面沒有條山坡 上面有條川 那邊的水 你引進去 還有在附近的海水 他抽了 就經過那個污水處理廠 就淨化流出海 所以那兩個海灘 本來就說 已經是乾淨了很多 是 那時候我接觸到的資訊 他告訴我就是 那兩個海灘就乾淨了很多 大家可以多一點來這裡游泳 話口未完 轉個頭 咦 宣傳呢 不肯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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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相而知 他是不是 康文署核下的泳灘 康文署 是 有救生員的 那裡 那裡 之前不是這麼說的泳灘 附近那些海邊有很多平房 以前的宋文鳳屋都在那裡 另外旁邊有很多藍山游泳會 那些很古老的 門牌真的跟那些 那些 那些 好像打擂台那些 一個勁自己門口 那些 古法 古法權法 對 中國古法 中國古權法 那些牌匾 好似是那些 藍山游泳會 這麼有名的名字 之後你就會看到 有班辣蘇 那時候 他跑了出去 由東泳 其實不去沙灘 這麼熱不去沙灘 都是因為年輕人小顆 熱氣更加熱 所以這麼熱 我通常都不去沙灘 因為我平日也有空 如果去沙灘 我通常早上一早就去沙灘 但因為太熱 都是去泳池就算 我也懷疑我兒子因為過程太熱 她昨晚都沒有胃口吃東西 我女兒也是 因為我女兒推了去玩水 她玩水和玩兵 我看見你去玩水是誰 海濱長郎那些 親監臨的老巢 起動久隆動 有些小孩子活動 他們玩得很開心 跳下水 玩兵 我熱到飛起 我很辛苦 你們跳下去 我想的 你猜我不想 不讓大人跳下去 你自己帶桶水淋到自己的地方 我真的想 跳下去了一盡 所以我現在下午帶我女兒 少樂公園通常都是去泳池 對 對 對 不如Sama也說完 你在哪裡避暑 我在家 家嗎 沒有出過街 夜晚 星期日 星期六踢球 沒有什麼 踢球的時候 可能我習慣了熱 踢球 夜晚 夜晚 星期六的夜晚 是昨天特別辛苦 不是太辛苦 星期日我傳入室內 昨天錄到香港 有很多普遍地方 天文台錄到36.7度 但是不是已經是香港最高的溫度 不是 不是 打鼓嶺 新聞說普遍地方錄到37度以上 天文台可能是高一點 可能是涼一點 好像民陣的數字 普遍地方是37度以上 昨天真的沒有風 空氣污染指數很差 所以特別辛苦 所以特別辛苦 你昨天站在公園這樣說 你吸收的風 有微的 是 暖的 很辛苦 就算有微風 也很辛苦 很辛苦 不過 去商場 好像我們一樣 有小朋友 最近也不要去這麼多地方 因為下季流感 有變種 據袁國勇說 我和我老婆說 袁國勇說不要去 繼續 什麼袁國勇哪知道 他只是法律 我叫袁國強 袁國勇是港大微生物學系的教授 下季流感 差不多有七成的人變種 所以高峰其實長了很多 他就說五六歲以下的小朋友 這兩個星期 上個星期說 過完這個星期就會好些 那些波波池那些地方 就少去一點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以策安全 是 是 我也記得 這個 黃任康醫生 我不知道他什麼抵運 我純粹有一天 我在Facebook上 無意中看得到 但我又不記得 因為他有類似說過 他是醫學界的 他是醫學界的 他有類似說過 流感 流感高峰期 為什麼是流感高峰期 大概的意思就是 原話 我不記得 他的意思就是 流感高峰期 政府告訴你 這是高峰期 當政府告訴他 高峰期 那很危險 那你一有病的時候 那第一時間 那當然要先衝去醫院 你怎麼知道會不會 越搞越糟糕 就是這個意思 那就是說 因為其實 某程度上 我相信這一套就是 當你感覺到自己不舒服 不代表你要馬上吃藥 不代表你要馬上去看病 我簡介一下黃鎮康醫生 心臟專科的 任職是公立醫院 陳是和平佔中醫護組的核心成員 現為這個 杏林省國的成員 黃絲 看來是堅實黃絲 不要緊 這是一個參考 其實我認同 當你有打兩聲黑痴 或者你覺得自己有少許變聲 因為其實 你香港人現在面對最嚴峻的問題 就是不夠休息 沒錯 不夠休息 你一不夠休息 病菌就很容易入侵 所以你一有少許病 其實你最主要第一件事 就是你賺時間休息 當然了 這個時候就會有人出現 你現在要去看醫生 問他拿病假 然後休息 這件事我又想說 你可以不吃藥 你拿病假 政府醫生我不說 私人醫生 三天藥給一天假 哪有這麼奇怪的事 你開了三天藥給我 你覺得我三天才會痊癒 因為他整個療程是你要吃光 對 然後我以前也有討論 跟同事說過 聊過 然後那些同事就會說 是香港人才這麼犯賤 你病 吃藥當然要休息 還要無睡意 還要無睡意 哈哈哈哈 那些有不同的說法 你無睡意是解決了你的言微之急 但當然 都是本末倒智 你一有不舒服 你第一時間要做 已經是休息 不是吧 你吃什麼藥都沒有用 就算你今天有用 你過多幾年 你人的新陳代謝一衰退 或者你的身體機能一減弱 你這些藥其實對你的人 全部都是無效的 所以我們真的很少吃藥 對 要不然有幸福相風就好 吃你去看醫生 還要無睡意 對 還要無睡意 所以大家對於吃藥的觀念 都是時候要去扭一扭轉 因為這種思想 也會跟小朋友有關 例如流感高峰期 要去打流感針 在香港會有部分的家長 是鼓吹大家不要打這些針 因為這些針 他們去看一些報告 是認為會有後遺症 所以他是不鼓勵小朋友 去打這些流感針 同樣 我覺得小朋友的情況也是一樣 當然我們大人做父母 要好好照顧他 也不是說一有病 一打兩個黑痴 流少許鼓勵 不行 看起來 當然 我就這樣說 好像很有型 你真的是小朋友 一流鼓勵 你一天不理 兩天不理 你之後可能 你一感冒 我上次我兒子就是試過這樣 那次進醫院了 我女兒也有些小病 通常 對上一個星期 有些肚子瘋 小小的病人不太嚴重 我也沒有看醫生 其實你去看醫生 醫生跟你說 都是說 瘋清水 瘋水 其實藥就不用吃 瘋得厲害才吃 其實我看到他還不錯 買一些無魚糖的奶粉給他 煲粥給他 盡量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 一個星期左右 就OK 其實不用看醫生 他也試過流少許鼻水 一天兩天我都OK 但如果第三天 因為我教會裡面有個醫生 有個醫科醫生 我也有時候會問一下他的意見 然後他說如果你去吃藥 你只不過是按住他現在的病 但其實你不知道他是什麼病 可能他流鼻水 因為他說雙腹感冒其實不同 你觀察他 如果你越流越勁 可能五天或四天 四至五天 你才帶去看醫生 如果三四天好起來 其實就沒事了 因為你要潛伏期 可能要三四天才發出來 如果你太早按住他 可能不知什麼病 可能你下一次病得更加厲害 所以我們大人也是 我現在看醫生 我反而看中醫多 就是吃了藥 可能是沒有那麼快 好回來 但好一些 因為我現在年紀大 溫和一些 年紀大我受不到西藥 因為很散 很累 很累 所以我現在 就吃中藥多 就是看中醫多 所以好像Samma這樣 是對的 譬如一有些少少不舒服 覺得有什麼不好吃 直接拿病假 拿病假回家休息 當然 你可以的 你就可以拿 拿病假回家休息 你等你的身體機能去打敗病菌 一定是爽份爽飲水 這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治療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 這陣子的天氣這麼熱 七出入入冷氣地方 小心點 對 都配上衣服 很穩陣 尤其是辦公室 那條街 三十多度 因為入到商場角鏡 那個Food Court裡面 我真的感覺到 只有十八九度 是 是 開得很厲害 你是不是去那個T字頭的Food Court 是 他很搞笑 我又去他那裡吃東西 我去Check in 戴女兒 然後他又留言給我 很搞笑 什麼Check in 就是你在Facebook那裡 打卡 他留言給我 那裡很搞笑 他有人盯著 我太過分 在街上熱到 所以你剛才還嫌我這裡的冷氣 很小 我怪錯 對的 我怪錯你Dr.John 等自己慢慢降溫 你一下子就開猛冷氣 你不要容易病 沒錯 謝謝Dr.John的建議 分享而已 分享而已 另外 另外香港 除了很熱之外 亦都 很熱鬧 有個很熱鬧的節日 嗯 其實現在都未完 未完 上個星期五開始 就是動漫節 動漫節 緊接書展 我連年都在 對 以前是一起的 對 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放在一起 對 自從擠爆玻璃之後 就把它分開上下層 嗯 以前是混合的 混合的 對 你這次看見博益主 看見玉皇朝 然後就排隊 打完蛇餅 絕世好劍 對 那時沒有 那時天下 那時沒有 那時沒有 那時還是撲新書 因為通常你買新書 有特別版 對 你記不記得迫爆波 你那年是買什麼 司徒劍橋 超神Z 對 超神Z 基本上就是趙秋 加頭霸王 但司徒劍橋畫得很漂亮 對 這件事是很漂亮的 當年的全彩稿是一絕的 其實我們 我連年都有去的 書展動漫節我也有去 你今年不帶我去 我就沒有去 分開了 分開了書展之後 其實我今年沒有去書展 平時我也有去的 那我應該可以見證 這個動漫節和書展的歷史 是 我今年去的時候也挺唏噓的 你說動漫節 為什麼 人少 沒有廣漫 喔 一本 即是這一餐位 沒有了 沒有了 一個都沒有 不是吧 有王朝妹沒有 有龍虎門九百期的紀念 但是沒有新書 沒有新書 喔 正式宣佈 玩完廣漫 天下的坡還要很小 那他也不做了 馬榮成也不做了 天下也大結局了 還要 六王朝還是有個比較大的攤位 是在公開龍虎門九百期 之外就沒有了 真是慘 還是龍虎門 休福龍啊 鄭建和那些呢 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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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也有現休福龍 我還問一下 是呀是呀 去年是有 沒有 沒有 因為說實話 我呢 過去這半年 我真的沒有看過廣漫 蛤 你是湧等 本來呢 我還很記得你叫我出去買 我幫你 我講一下我的心路歷程 第一就是因為報紙檔越來越少 坊間的 以前我買漫畫 每個星期三四五 上班 你就會知道 一行報紙檔 最前那本你就要買 慢慢慢慢 報紙檔裡面的廣漫越來越少 再慢慢慢慢 連報紙檔也越來越少 我是可以是 沒有空去買廣漫的 因為你沒有經過 你要故意去買 你要繞到很遠去街市 才能看到報紙檔 還未必有 因為他都入很少 是 那好吧 我對上次買廣漫的 是什麼呢 上個月 上個月 我一次過買了 我不知道四五個月的西遊 我幫你出去買 我星期三 西遊 你先聽我說完 他的時間 你星期三 他星期四出 你星期三拿去 你買不到 上一期 之後 原本休福龍 之後有本新書 山海逆經 山海逆經 山海逆戰 山海逆戰 其實我看過頭幾期 真的非常不吸引 所以我也無奈 我上次 對上次 你不熟山海經 當然 他是跟山海經有關係 而我也不熟山海經是真的 但是他的模式 好像打螢幕 我就覺得很不吸引 我推介你另一本 另外一本講山海經 就是這個Mildon Mwa 就叫做Yama King 就出了第一期 日本的 香港的 香港的 是嗎 日本的這個名字 是比較 他的畫風 他是厚的單寒本 但是他的畫風 就是無筆的畫風 都OK 都簡單 簡單 那也是 除了山海逆戰 其實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吸引 所以我對上次 我也打算買回 買回那幾個月入面的山海逆戰 但是我想一下 算了 反正其實 我已經去到 哎呀 我不想強行買 你一次過放下幾個水 你又回去 你又沒有時間看 你又沒有心機看 沒有興趣看 算了 我等你出機械人才算 但是機械人是 機械人是 五顆星的機械人 再算了 再算了 無辦法 再算了 即是 時二世翼 你這本書 講了十年 你十年前問我 是嗎 那倒是 即是 或者我死了 甚至乎 我也不知道 其實邱福龍 你是不是在擔心這件事 不奇怪 你現在出來 你真的找人看嗎 你在香港出版什麼漫畫書 大哥 中國機械人 心口有五顆星 如果你在中國出版 又未必能夠審查 對 加上 你是不是真的在中國 有一個這麼穩雜的市場 大家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不是你這樣考慮 但如果真的 倒過來看 這樣 不是 有古惑仔 我記得 牛佬有在《熱血時報》簽名 但他沒有 但他沒有 但他沒有新輸出 對 是書展 不是動漫接 動漫接 真的沒有 然後我又細心觀察 其實現在動漫節 反而是動畫比漫畫 漫畫已經很少了 是 動畫的產品很多 漫畫已經 不論是日本漫畫 或者是香港漫畫 香港漫畫沒有 香港漫畫沒有 日本漫畫已經很少了 我想真的 少人看 少人賣 遲早會變成一個時代的產物 我想漫畫是 當然是 日本也還很厲害 是 我想香港人 是 開始少看漫畫 因為我很久沒有見過 在乘車 或者街上開著漫畫 是啊 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每個人都開著漫畫 而且你身邊一定有人看漫畫 你身邊一定會有人向你推介一些漫畫 但你近幾年已經沒有了 沒有 我還是有提 你也有提 我都問你借龍珠來看 老實說 是不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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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珠 作為一個粉絲來說 我唯有買 但其實是不好看的 剛剛我們先說完 龍珠的產品何時不出 就是阿John死了 但我也有這樣認為 其實他是很努力把龍珠 成為米奇老鼠的一個icon 所以劇情太低能 劇情太低能 劇情太低能 不適合我看 漫畫小 因為我認識一些年輕人 反而現在看動畫 我們以前看動畫小 因為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動畫的質素真的比較差 對 你看星矢的畫 很難看 星矢算漂亮 但有時無緣無故都會破壞 龍珠那些才大 對 龍珠 譬如我們早前說 龍珠超 他腳身那套 說他崩壞 對 有些問題 因為其實其中一樣 就是我猜是 他外判了去韓國公司做 這跟他那個 人工太低 有關的 因為這個風氣都維持了很久 日本把動畫的一些後期製作 交給韓國 現在去中國 也有去中國 而我覺得他已經不是單單 把後期交給他 他把整套交給他 就搞成這樣 對 但其實如果你說那套是 畫得噁心 但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都是的 不妄多樣 我覺得噁心 對 因為那時動畫的龍珠 追上漫畫的劇情 那 他又要拖 那隻眼睛拖了三角 對 那隻眼睛爆氣 爆足十五分鐘 還有 因為他頭兩集 很明顯是 在兩集畫得漂亮 到第三集 就突然很噁心 對 那些眼耳口鼻全部 對 那時候我們 你南偉 那時候晚上 凌晨在那裏追 對 小時候1點在那裏追 然後看足你一晚 看足你半個小時 那些眼耳口鼻全部都沒有 你老母 你真的會生氣 沒有推進過 對 還有劇情沒有推進過 以前小時候看漫畫 是比看動畫多 是 但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的動畫 就製作得很漂亮 動畫和漫畫 那個劇情 我覺得是有配合過的 所以動畫永遠都不會 不會像龍珠一樣 尤其是打菲利 那些劇情 我覺得現在是有計算過的 而且是他一個明顯的銷售模式換動 因為我們以前看的漫畫 受歡迎的漫畫 就會變成動畫 現在 譬如你受歡迎的動畫 都未必會變成漫畫 當然受歡迎的漫畫 成為動畫 這個動畫法 依然是有件事出現 但進去很快 我們以前可能要幾年才可以變動畫 但你現在看到那些漫畫 可能出了10集10話 就已經是動畫化 決定動畫化 又或者是真人電影化 因為他會這樣計算 我只做動畫 那個回報 跟我連接電影下去 一次過曲行 之後變成什麼 就是起得快跌得快 你看進擊的巨人你就知道 現在暴走 劇情暴走 起得快就跌得快 自己沒有追 因為他在早兩年 他已經用盡他的力量 去把這件事 弄到一個頂點 因為我覺得 那個轉捩點 令到他這樣 是因為他要遷就那個 真人電影 劇情遷就真人電影 所以他拖得太長了 之前原本是有一個 所謂好一點的例子 叫做殺陸都市 結果 那尾 漫畫的尾 也是失控 但是電影那個 大家又說到不上不下 劇情 他自己私自改了劇情 女主角的身材也不上不下 唉 真的浪費 對 變成你日本也會出現 但不是 暗殺教室也挺好看 暗殺教室的真人版 是挺好看的 真人版我還沒看 看了漫卡通片的劇情 卡通片的劇情 卡通片的劇情 現在在製造劇情 我覺得最近真人版的動畫 變成真人版 最好看的 也挺久的歷史 我覺得是 好看過 跟原著可以互相補完 我覺得是二十世紀的笑 對 他的象徵度超高 他沒什麼去 散改劇情 他還可以補完你漫畫裡面有些缺陷 有些缺陷 包括他懷疑他撈亂了人名 是呀 很癢 撈亂了朋友的名字 是呀 你明明早幾期是在說這個 是呀 教了十期之後他改了名字 變成福田 是呀 這個真是此料不及的 所以你說 我都會覺得 你為什麼香港會 或者不要說只是香港 譬如現在的市場 是動畫主導得比較多 會是有一個原因 因為譬如 我們現在看動畫 也都越來越方便 我們不需要 等母線 其一 以前我們要看翻譯組 是呀 其實現在是 某程度是不用的 你只要你給多一點點耐性 你給多一點點耐性 例如那些Animax 或者其他一些網站 簡直是有中文版給你看 即是中文字幕版 它有原裝的給你看 可能你要付錢 當然是 我也是看Animax 是呀 是租做Animax 大家接觸渠道越來越多的時候 也都 你有了動畫化之後 例如你周邊的商品 賣產品 你也都會比較容易宣傳到 因為你漫畫黑板 大家對於彩色的觀念 是沒有那麼強烈的 你一旦動畫化了 有顏色 有聲有畫 那就好很多 是呀 就好賣很多 造型也容易做很多 Cosplay也好玩很多 另外我最覺得意外的是什麼呢 就是祖輪Pokemon GO 他有大更新 是啊 我沒想到原來造這麼多人玩 因為他有很多人玩 因為他很有趣 我家之前有出了神獸附近 有過千人 有一萬 就是上星期一 過千人在地鐵站中 過千人 搞到警察要趕別人回去 是 是 沒有了警棍 沒有的 Pokemon GO 就要警棍 就要警棍 黃色的 Pokemon 比加千是黃色的 我不知道 這次在我家附近的 是藍色的 哎呀 那就不用出警棍了 但是還未是超夢夢 還未 還未 他只是神獸 然後 因為他有大更新 他玩的時候 是很特別的 有一張入場券 每天就派一張 哦 是 可能是可以 入場了 可能 一入場 其實隨便 你不知道 跟誰一起玩 而且又不知道有多少人 可能一進去 有十個人一起 十個人一起 一起打那隻怪獸 打贏了 然後大家會有十個球 一起去捉 最多只有十個球 十個精靈球 一起捉那隻神獸 哦 就是要看誰 要看誰 就捉到 哦 所以這個比較有趣 這個比較有趣 這個很有趣 所以很多人會玩 對 還有 我看到有Pokemon GO 這件事的出現之後 我就是想 其實 我們真的 你龍珠真的應該可以出一隻遊戲 是儲龍珠 你真的要去英國找那顆龍珠 又或者你真的要上富士山頂去找那顆龍珠 但是全世界只有七顆 是啊 不要說到那麼高深 譬如你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 就是你儲你這七顆就可以了 沒有人跟你爭 但是 你去英國找龍珠 你以為那麼容易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機會去到一轉英國 你真的會去 你真的會去 嘩 一場來到我沒理由不找到 其實這個概念 之前有一隻遊戲是會有的 就叫做 Love Plus 是嗎 有沒有聽過 沒有 是可拉米出的 是這個3DS的遊戲 是 他呢 開頭可能是 很有趣 這隻遊戲是無限時間玩的 通常追女遊戲 你也知道是追女遊戲 Love Plus 我以為是粒陷的粒 我以為是粒陷乳頭的粒 那通常追女遊戲 就是追到就玩完了 是不是 不是追到 你要帶他去旅行 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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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之後 這個遊戲才剛剛開始 嘩 因為他的鐘 他的鐘 跟實時一樣 嗯 八點鐘起床 你真的要八點鐘起床 嘩 有時候 有時候約會 約了十點 就要開機 是 然後 因為 始終那部戲 HER 有沒有看過 中文 我忘記叫什麼 就是一個人 跟一個模擬的角色 粉紅色海捕 對 粉紅色海捕 我知道 有點像這個 然後他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之前出過一套 一個地方 要去熱海 那些人都湧了去熱海 到酒店爆了 然後就是為了熱海裡的劇情 嗯 其中一個 那些現在很流行的 什麼男朋友視角那些 是 他那些就有了 睡在那裡 睡在那裡 你放個 機子在旁邊 就這樣睡在那裡 看著你 穿著浴衣 晚上穿著睡衣 沒有色色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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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S 不用了 你和你的概念是一樣的 哦 這樣 有這樣的劇情 嗯 有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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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這個全球定位系統 有想的 那些熱海那些 就很感謝這隻遊戲 熱海的旅館那些 是 那我相信 如果你真的說到 七顆龍珠的話 我想這個全球會陷入一個 瘋狂的狀態 是啊 我相信會陷入混亂 不要放在香港 不要放在中國 中國你一定找不到 就是他的定位一定錯 一定沒有定位 對 這樣 還有 我唯有戲遊戲 哈哈哈哈 算了 你放在中國 我唯有戲遊戲 這樣 這樣 至於這個動漫展 其實就是 Biddy不是說要說Cosplay嗎 是 我剛才想說Cosplay 其實我因為動漫展 吸引了很多不同的人入場 其實大家都 有些人不太清楚 即是觀賞Cosplay一些禮儀 哦 其實是有的 哦 你在香港說這些 是浪費狗氣 因為有很多人 我也覺得是 是嗎 即是 即是連日本旅行的禮儀 都沒有學到 你我看Cosplay的禮儀 你真是 不要去旅行禮儀 一般的禮儀都沒有 即是做正常Cosplay的禮儀 即是做正常Cosplay的禮儀 如果一般 如果不是太紅的Cosplay 那就不用排隊 其實有很多 因為香港也有一些很紅的 其實也要排隊 可能排隊很久 你拍的時候 就不要拍那麼久 這是其一 還有 如果你想跟Cosplay自拍 就不應該是自己開機 是應該給Cosa 因為你隨時拍他 就拍到一些不好的角度 拍到他的樣貌 其實你應該是他們開機 如果讓他開機 拍到我的不好的角度 那怎麼辦 你跟他拍照 都是想看他 不是看你 又對 所以就沒有關係 你拍到怎樣也沒有關係 也不要做一些古形精怪的 你幹什麼 不要做一些古形精怪的動作 一字馬就不好了 或者這些 無論端一點 無論端一點 這些是OK的 這個其實不是 這樣就是一個心 為什麼有一個是這個 這樣呢 其實有一次 日本有一個Event 有一個Event 有一個女生 有一個男生就這樣 但他女生就這樣 哈哈哈哈 擺錯了姿勢 沒有為意的 我想 大家九二九週 就是這樣 這樣 這個就是 一些 約定續成 還有 如果你想 你看到 這個Cosa 哇 有人狂貨拉 多謝 這個Cosa 很漂亮 你可以叫他停下來 他基本上都會死 你知道在會場裡經過 你看到他很漂亮 很漂亮 可不可以幫我拍張照 或者我幫你拍張照 你跟他說他一定會停下來 就不要 即是突然殺在他面前 或者拿著相機追著他拍 這件事是 沒有禮貌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他們 有些動作 他們是 想擺這些姿勢 對 所以你跟他說 他就會停下來 對 就不要拿著相機 不斷追著別人拍 這樣是沒有禮貌的 對 這些叫偷拍 對 最重要的是 因為你知道Cosa Cosa的漫畫 通常都很性感 對 不要這樣拍 因為我看過 即是打算拍到他的走光 對 其實你這樣看 你已經看到 你不用這樣拍 也能拍到的 如果別人穿的群短 開叉 你怎樣拍 你也不能拍到他的底褲 別人也會打底 我看到有人這樣 會這樣摺進去拍 會不會太猖狂 那有時候 你裝傻智 這種風氣在我們往年的動漫節是一年一次 但我們平時看的最多的情況是中國的車展 是呀那些車模 他們是怎樣拍的 這樣拍的 但女兒真的不能反抗 沒有道德 你走出來就讓我拍的 你只是雞 這樣 我不知道 那一陣子看到的是不是這些 這種人我都遇過 別說純粹進去玩的Cosplayer 甚至有些Showgirl 有些公司出來幫忙做宣傳的女生 他們有時都會穿得很性感 性感一點 性感一點 胸也挺低的 挺大 你看那些人一旦振到去 有些人很無聊 是要摺摺摺摺到很近 這樣 我看到Rose Ma很紅 龜馬 她出了一個帖文 她說她的人工不包給大家抽水 大家要自重一點 要到一個showgirl或corsa去出一個status 其實作為觀賞的觀眾都很面目無光 其實我看到Rose Ma真的很受歡迎 她真的來者不拒 每個人都跟她拍的 不論是她的工作需要 她的職責 她的目的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這樣 但你又遇上一些不藝貌的 不應該這樣做 大家觀賞Corsa的時候應該是 你剛才說了這麼久 其實我不覺得這些是欣賞Cosplay的禮儀 這些是做人應該應有的禮貌 關我看Corsa是甚麼事 就算你在街上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你想過去跟她拍照 你都應該這樣做 最慘就是因為她們覺得她們做Corsa 或者她們穿得那麼性感 就是要讓我拍照 跟你那個車毛那些 你穿得那麼性感是雞吧 那些想法 因為我見到 你只是帶了一個爺殼 我不敢拍照 你只是想我這樣拍 你只是想我這樣拍 你只是想我過來抽你水 其實也很多這些人 我覺得大家進去都是 你開心我開心 是 我今年也看到 我上網看到一些圖片 我今年有些Corsa真是 那個大隻佬很棒 扮小剛那個 那個頭 兩層樓高 大剛 大剛 他為甚麼坐車呢 他當然不會插著頭進來 他進來才裝的 你不要像蘋果讀者那樣看狗 行不行 你問這個問題 你寫出來你都覺得自己看狗 有一個留言很棒 他來到才變身的 有一個留言很棒 他說他的腹肌Corsa都很像 那我這些分辨到他開玩笑的 我對人很講道理的 真是神經 這個動漫節 我其實很想去的 明天 下天 走不開 多東西做 沒甚麼看 不用去 是嗎 不是 其實你真的沒有 如果連一些廣漫的東西是沒有 我也是覺得會很意外 反而我 反而我 你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 你早幾年 是有兩個人 一個 每年排第一 就去鄰浴王朝 是呀 一個每年排第一 就去鄰天下 冰火公仔 是呀 是呀 他們兩個 那些雞排之星 甚麼雞排之星 不是 那個 朱先生 朱寶山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因為他們兩個 前夜 是呀 是嗎 是呀 是呀 甚麼事 呃 非白集結 好像是 非白集結 好像是 非白集結 我忘記了 總之 就是我們以前 往年是有這兩個人 每年都是他們兩個排第一 今年 我看不到報道 看不到 看不到 沒說這麼晚 是呀 你想想 那兩個人的心 真的會傷心 反而我告訴你 如果你去這兩天 就去都無謂 是呀 因為它有兩個 動漫節 還有一個叫做CP 的公園 兩邊的 一個樓上一個樓下 其實CP還都是看 CP就是香港的同仁節 哦 是呀 好像擺地攤一樣 擺地攤一樣 有很多Corsa 有些很有名的Corsa 賣自己的相集 有很多不同的賣畫家 香港的同仁賣畫家 就自己出一些自己的賣畫 是 二次創作 有些原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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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香港的原創的 那裡是值得去看的 那裡是值得去看的 唉 就是可能這個 就真的叫做事而世易 是吧 就是 都 就正如你幾喜歡龍珠也好 是吧 你去到動漫節 沒有就是沒有 就是龍珠也沒有 就是 我想不會有 一些很大規模的宣傳 或者新東西出 沒有啦 以前動漫節 都賣舊漫畫 現在都沒有了 蛤 沒有了 什麼動漫cafe 對呀 在外面的 沒有了 噢 噢 可能拿回中國賣 他們是值得去看這些 那是 那 你是不是想說這個 什麼 不是 那就是 香港的經典 香港的一個傳奇人物 香港的一個傳奇人物 這個嘛 對 香港的一個傳奇人物 忌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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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廉狗 我不記得是貓 他是貓 忌廉狗 香港的其中一位傳奇人物 忌廉哥 其實他當初是怎樣來的 我真的 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我知道 是尖沙咀 一個報攤 報紙檔 報紙檔 報紙檔的貓貓 其實實質的位置 我都不太清楚 就說 其實那隻貓貓 是路邊的報紙檔 是路邊的報紙檔 然後說 不是 應該說是 在天星碼頭 有些小店 在那裡有些東西 噢 因為家族 做不住 現在就沒有了 忌廉哥 沒有了報紙檔 唯有回家 但他現在好像也有一間店 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一間店 我知道他有一個項目 他有一個項目 最近他的項目拍出來的照片 應該是家 我不知道 照樣是家 那家也挺漂亮 店舖也沒有了 那接著呢 事緣就是幾點歌 那項目就講開高鐵 高鐵的問題 我們稍後會說 簡單說 什麼 割地如割肉 是 然後有人在樓下留言 當然有些人支持忌廉哥 又不是說支持 表示認同 包括保主陳浩天 然後也有很多人說 不應該說正義 然後更加有些人說 黃絲騎劫了這個忌廉哥 是 就是主義處女的說話 就是大家都想到的說話 比較多人留言 就是關於這個留言 請勿利用大眾喜愛的忌廉哥作為政治工具 他沒有能力反對被利用 主人的責任和義務是保護和愛惜他們 忌廉已經為主人在財政上 帶來龐大收益 我不知道這句說話是哪裏 這正現正是 出了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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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正是功成新退安在萬年的時候 警慘被淪為政治工具 主人究竟有沒有良知 究竟要去到幾準 這樣 那我又覺得 下面很多人認同 對呀 很多人認同 我覺得挺搞笑 連忌廉都被政治污染 哈哈哈哈 因為我又覺得這樣 因為其實倒轉來看 這些東西 譬如我今天拿我的貓 去表達一個我這樣的 對警察的尊敬 對啦 不是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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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他的舞台劇 去為警察平反 香港警察平反 拿他諷刺時弊的舞台劇 東攻西攻 曾經諷刺時弊的 對啦 陳淑莊也有訓練 這套新劇叫做 警察不見了 對啦 他就說 想幫香港警察平反 那如果當日有一班人 因為有一班人就說 是 是啦 警察真的無辜 那時候 你又會不會覺得 我利用了這套舞台劇 去為警察宣傳呢 因為你倒轉這樣想 可能這個人 他會覺得 不要利用忌廉哥作為政治工具 如果這樣說 忌廉哥說 一地兩檢 什麼 本席認為一地兩檢 值得推崇 這樣的時候 咦 一樣是會有人走出來 說忌廉哥 你不要利用忌廉哥作政治宣傳 你投給好了 不要打開 你跟忌廉哥一起 好了 剛剛這個留言 這個叫做 Rebecca Patic 叫做Rebecca 算了 這個Rebecca 就說 那就是了 那為什麼要拿忌廉哥來講政治 你不說就可以了 對了 這個時候 你這個問題就真的問得好 對了 那就是什麼都不要說 對 什麼都不要管 什麼都不要管 住一地兩檢屌 你不關我事 對 不關我事 喂 我又不是住西九 一樣而已 Facebook 但是第二次那些 強制醫療保險 如果要你供的話 你不要吵 是啊 你不要利用Facebook作為一個政治工具 其實都不行 其實他所有東西都應該 是 Faner也不要做政治工具 是啊 喂 你不要利用那些 立法會議員的特權 你在街上可以掛冰 這些你有特權 你不要利用它做政治工具 行不行 嘩 什麼 其實就是這樣 喂 即是說 就算我現在 我現在我了 糟了 我做港豬了 混蛋我不會說政治 我會在那裡說 飲飲食食 然後當我有一天 一地兩檢 你真的 你平時說的飲飲食食 你不要利用這個Page 來做這個政治工具 行不行 嘩 什麼東西都不要說 因為他們 你看到這個 這個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連忌廉都被政治污染 這句說話 其實就看到 他們對政治那個 驗惡 驗惡 就覺得所有政治事情 都是髒的 是 唱好政府也好 或者是 反政府的言論也好 都是髒的 至於涉及政治兩個字 都是髒的 都是不應該說 是 放在小動物身上 是 他們對他們來說 喂 有什麼最適合的 就是飲食食食 之後呢 當如果你想跟他再討論 想跟這種人 再討論 喂 難道關心政治都不行嗎 你不要理那個 是貓還是主人 那麼主人 想利用這個貓 的知名度 去討論一下 政治難道不行嗎 其實 其實 討論沒有問題 我覺得 還有呢 我覺得呢 這個項目不是一隻貓開的 提高都是一個人開的 是一個主人開的 你又知道那隻貓不懂 還有 喂 那隻貓懂不懂 我不知道 這些字一定不是紀念哥打的 可能是他主人打的 可能他們會這樣說 你又知道他不懂 你又知道他不懂 貓好聰明的 貓好聰明的 貓是我主人 我可以跟他賭桌 不是紀念哥 是 所以就有個叫做 港豬面 那也好笑 曲到 曲到 那些人說 喂 你不要說話那麼曲 講得明白 那些豬兜不能明白 那麼他講什麼呢 他說你們很偽善 只支持忌廉哥 你們有沒有想想 政治都很慘 被忌廉哥污染 政治沒有能力反對被利用 你們有沒有良知 經常將政治和忌廉哥掛毆 他講一地兩檢 又不行 你又看不過眼嗎 曲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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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到直到 另外就是 通常這些情況 你就會去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極端的討論 就是說 喂 那香港是不是中國的地方 就是這個 是 是 是 我們不如順便說一下高鐵 說一下高鐵 我們先說一下高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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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這樣說 你是不是白癡的 這片土地本來就是中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你白癡都算了 夠膽利用自己名義出帖 就是叫他 你不要把貓上台 要說你自己說 還什麼要拿隻貓出來做擋箭牌 無恥 不用說那麼多廢話 你叫英國人收回香港 他們想都不敢做 就開始討論 你這班 不愛國的就只有兩種 要不就瘋狂 像你那些人搞港獨 這些 你沒有市場 你那些人狼狗 說多兩句 抓你打把 要不就說 你這麼厲害 叫英國人收回香港 英國這麼厲害 你其實離不開 都是這兩點 要不就叫你回去做英國主 要不就叫你回去做英國搞 要不就搞港獨 搞革命 笨蛋賊 就是搞革命 笨蛋賊 跟著 你再說不定 他又會搬回那些 中國你都要給他時間去改 中國改革開放 三十年之 跟著繼續下去 其實有下去 有些人就說 什麼說什麼 跟著之後 威卻留言 跟著回應 香港歷史始於超過公元前三萬年的舊石器時代 這個人 居住於華南地區 沿岸倒墜的原居民 其後被秦朝 納入中國版圖後 踏入信史的開端 再往後的千多年間 香港就已經是 中國南方的一個 暴魚及產業不知處 香港是否成千年前已經屬於中國 白癡 怎麼笑話法 損頭 搬歷史 那如果這樣說 那我們就說說歷史 那就說說歷史 說一點點就好了 公元前三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 還是否分開五大洲 大家都還未知道 可能只是一塊土地 就不知道 不知道是否當時已經有中國 跟著之後 他就說 其後 其後被秦朝納入中國版圖後 其後都很遠 由公元前三萬年去到秦朝 公元前八多年 是八年年 差不多 他都經歷了二萬多年 二萬多年 其後 納入中國版圖 當時就沒有中國 如果嚴格來說 是秦國 不是秦朝 是國 都是一個國 其後的千多年 香港已經是中國南方的 一個暴魚及產業之處 其後的千多年 香港就算是 都是不同的國家裏面 其中一個地方 更何況 其實有很多時候 香港是不在一個統一的 中原國家裏面 的版圖裏面 是的 就算統一到最大的秦朝 秦國 為何香港都未立入到秦國的版圖 因為秦國的時候 他都未編輯華南提案 最主要是什麼 結果秦都是被滅的 最主要 最主要也是 還有 香港是不是成千年前 已經屬於中國白痴 我回答他 不是 因為你現在理解的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沒有一千年歷史這麼多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 只是統治了香港二十年 就是這麼多 從九十年開始 就算他說的中國這兩個字 都是因為孫中山時候 要五族共和 而說出來的說法 是五族共和 再給你推前一點 清朝的時候也有說 都是清朝 清國 都滅了 都滅了 你以為還是愛新國樂嗎 傻子 不認識的時候 就不要說 因為 如果我要嚴格去說 譬如我們會 因為這個除了是歷史的問題之外 這個也是文明的問題 我們的理解就是 在一百年前 一百二十年前 或者我這樣說 說遠一點 一百幾年前 譬如他們說什麼 南京條約 那類的東西的時候 大家開始 那個文明是進入到什麼 我是不一定要佔有你的地方 我是可以用另外一個形式去 譬如他殖民 或者是 可能當時我們對殖民這兩個字怎麼理解 變相的侵略 是不是 你其實都 你那時候 心裡面都是為了侵略 變相的佔領 對 不過說得好聽一點 就叫做殖民 是誰叫我打贏 是 不拒 還拖 當時我們是這樣理解 直到 我當是1997年 大家開始討論 1997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兩樣東西 現在地球的文明 的確是不會再容許我們繼續用去武力 去顯示一切 這個是人類的文明 不要說香港 澳門也是這樣 既然還有什麼 上海 之類 一些脫離殖民 殖民時代 已經過去了 已經過去了 這個是我們人類的文明史言 但是你怎麼會猜得到 其實我們有話說 當初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 其實香港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其實他有機會就好像之前有些殖民的地方 即是馬來西亞 新加坡 可以選擇自己獨立 還是成為殖民 但是中國共產黨 我忘記是否應該是蔣介石 即是中華民國的時候 我忘記了哪一邊 將香港這個地方 踢出殖民地 裡面 所以香港就不可以 好像他們那樣 爭取這個獨立 即是聯合國的時候 有一個殖民宣言 是的 所以你說 如果你去到今時今日 就是你這些含家產 Raycock這些含家產 你還拿一些 你覺得 為什麼你會覺得 香港是中國的部分 吵喇媽媽 你很兇 你自己回憶一下 你自己回憶一下 在舊質之前 你怎麼看香港這個地方 是不是 香港要被中國收回 混蛋了 不用我們說 你看回王子華 是的 不是 這個也不是單單我們說的 當時香港人就是這樣想 你怎麼會猜到 二十年後的今天 你們會被人純服了才行 以前我小時候 有一句說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說過 有沒有聽過 就是1997 世界末日 是 有一定有聽過 所以你看到以前香港人 對所謂的回歸 其實是淪陷 是多麼恐懼 是 以前叫收回 收回香港 收回回歸 收回回歸 回歸是自願 收回是搶你的 你現在極其量 你們這些混蛋 你們能夠說什麼 喂 中國現在這麼好 被他們收回有什麼問題 你這些就是奴才 是啊 是你本身 去西瓜靠大邊 是啊 如果中國不是現在這麼好 然後英國人跟你說 我現在就不要了 我給你 現在突然間來多放文化大家 是啊 你不用殺到香港 你會不會在這裡吵 是啊 不是 這件事很難現實 喂 如果有一天 真是習近平全家產 是吧 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突然間倒閉 你老母 你不第一時間走 第一時間走 我一向都支持港獨 是吧 你老母 到時你記得回去建設祖國啊 舊祭祖國啊 你這群混蛋 你不要跟我說 中國銀行的錢 你不要下肢下肿 是啊 你不要想要拿回 你好像我這樣 中銀的銀子先用 哈哈哈哈哈哈 你拿來 我幫你用了 是嗎 你拿來 煙污你的錢包 是啊 我幫你用緊一點就可以了 幫輕一下你 有苦自己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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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這一點 你看到紀念哥的這個post 你看到樓下的comment 你其實證明了什麼 你香港人真的沒有進步過 這個很搞笑 微卻很搞笑 現在你們老殘 不想被中國管治 又不是我不想 夠膽就上天安門廣場 大大聲聲說 不夠膽就接了 然後很搞笑 有人留他 說天安門廣場 你也嘗試拉 拉群眾去 去到大叫我愛毛澤東 拉救了你啊 傻嗨嗨 這個也是真的 這個也是真的 你當今 你現在 你現在 誰還敢在天安門口罪眾 才可以 多過三個人都沒有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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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 你 每個人都想不明白這件事 而是 你倒轉 你跟我說 你夠膽就上天安門 說香港獨立 對 為什麼你會覺得 我走上天安門 說天安獨立 一定不會糟糕 即是如果你想想 真的未必糟糕 不是未必 我就當你是 他自己有個前設 對 我就當你是 知道那個是極權國瓜 你說這些分裂國家 你一定會拉走 對 這個國家是不會跟你說道理的 喂 你想想想 如果我們是心知肚明 就算我們走上天安門 就算我們三個 我們就今晚就踏飛機上北京 明天早上升國旗的時候 我們在後面叫 香港獨立 如果你想想想 這個時候 國家可能隨便走兩個領導人出來 我不知什麼 港獨就不對 不如我們慢慢討論 原來他站在廣場說服我 不奇怪 不奇怪 喂 這樣就沒問題 但問題 連說這番話 他自己也知道 你夠膽 你就上北京叫 所以 而是 你想天安門叫 你一定不會被人打破 那就是 這些國家 你擁護來做什麼 說句話 都不能 你試試英國 在英格蘭 叫蘇格蘭獨立 是 大家要有言論 是 說給你公投 是啊 我認同一件事 台灣的情況是 你說台獨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要去搞 也沒有人會阻止你 你是統一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能拿這件事去賺錢 嗯 譬如你不能亂去籌期 是啊 而你就算你籌了期 你要做事 你要做一件事 所以你讓人知道你的錢 用在哪裏 你不能自己賺 就是這樣 是嗎 喂 這些只是文明 而是你自己的心智肚明 我是 走上去天安門門口說 平反六四 我是在逛街 當你自己也知道 所以他這些說話 就很容易就好像這個 馬路 就說 如果你去愛毛澤東 反睡 我愛毛澤東 你都被人拘捕 其實很容易就已經可以反駁到他 因為這個是一個極權的國家 反映的就是一個極權國家 而你會偏偏走去擁護他 而擁護他的原因是什麼 只不過是因為他今時今日所謂的強大 有錢 我覺得很精神分裂 你明知道他是一個極權國家 但你又擁護他 你擁護他的時候 還要支持他來打壓我 然後他明知道其實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 但他又身處在一個很自由的地方 的時候他又在享用一些很自由的言論自由 即是他又可以說 我又可以說 但他又偏偏擁護一個極權國家 但他又把極權國家的價值壓在你身上 壓在你身上 是呀 不是壓在自己身上 是呀 是呀 如果你真的信服這個極權國家 你就不是在Facebook和我吵 是壓在你身上 是呀 所以這些人 休息一下 待會兒再說高鐵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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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Facebook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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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來自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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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Facebook和你 今 今以上 それ以上 愛されるのに 在Facebook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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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零逆的 在Facebook和你 心を映し出して 見せてよ 揺れながら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それでも 別じゃないです それは英語の標準 そういう意内容 rotis笑 imagine 参考的心 ワヨヨヨフト とにかい合理 當年 現在呢 不說這個 不過我沒有看 既然講開歷史 你想講民主黨 你先講鄧扣克 有人問 為什麼法國人好地地 有一個人會姓鄧 誰問的 我看到有一個人去看那部電影 聽到後面有一個人說 鄧扣克這三個字 是一個時事評論員 不是啊 為什麼法國人好地地 會有一個姓鄧 鄧扣克我以為是一個名字 一個人的名字 可能是華裕 香港以前有說到 最近 學一下日文 Billy認識的 我認識Kemochi 鄧扣克有什麼啟示 鄧扣克呢 鄧扣克大行動 香港是不是叫大行動 其實呢 嚴格里的叫鄧扣克大撤退 大撤退 大行動比較正面一點 跟這個共產黨 長征一樣 嚴格里的叫撤退 走路 好醜 即是跟雨傘運動 我們不是失敗 I will be back 不過 back了 上次曾俊華 搞宣傳的時候 就back了 B-L-A-C-K 是呀 隨便吧 他漏了個L 黑化了 我還沒看 我還沒看這個版本 以前的版本我看過 電影 我爸爸喜歡的 書我也有看過 歷史書也好 原著的電影小說我也有看 我現在新的這部我沒看 我還沒看 這部我也會看 Sammar也看過 我也看過 我是驚喜的 因為也有些評論文章說過 這部不是戰爭片 我也不會期望 好像雷霆救兵 或者以往的美式的二次大戰片 我告訴你 雷霆救兵也不是戰爭片 那部叫什麼 黑影十五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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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打到九彩 好看 打到九彩 血章還飛 血淋淋 這部可能是導演的關係 是基斯導化路 路蘭 他有拍過Inception 騙複合 黑夜再流 三部曲 然後還有那部 新的那部騙複合 空心人 空心人 不知M字頭 不知Metro 總之不知 空心人 關於短暫失憶 短暫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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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些是誰做的 什麼 Calvin仔做的 到時比較聰明 你更慘 繼續吧 可能是導演關係 所以他跟一般的戰爭片很不同 感覺上他不像一個用戰爭角度出發 很少子彈 很少 基本上很少看到軍人在那裡開槍 一開始一兩幕 但他也營造到戰爭的經歷 一開始已經是張力很久 可能是因為音樂配樂 而且他拿的畫面拿得很好 加上他 我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沒有看過舊那部騰扣蝦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場戰役的背景 我帶了一張白紙去看 整套戲的張力很足夠 由頭到尾都是 氣氛形狀得很好 感覺上好像令到你置身於這個場景裏 我覺得好像被困住在這個戰場裏 我也算要 可以比較起當年的雷霆救兵嗎 第一幕 第一幕 那個場戲 在樓攤的那裡 那場戲真的震撼到 我覺得不能夠比較 他比較 機師導化盧蘭出來的感覺是比較 他不是用畫面震撼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因為我不太懂電影 可能是靠一些情節的穿插 或者配樂 畫面上 他帶給你一個壓迫感 又不同雷霆救兵那種 一定要鬥快 鬥快放在那裡 避開子彈 不要被射到那些 但又有些不同 雷霆救兵那個畢竟是屍體分屍不寶 因為雷霆救兵比較直接 所以很明刀明槍 那個畢竟都是屍體分屍不寶 是不是這個鬥 鄧扣黑 這套戲 鬥扣黑 這套戲一開始是否經意有一種戰敗的陰影 是失敗的 感覺上一開始已經是陰天 所以我們看這套戲一開始的這套戲 我們唯一的分別就是 一開始我們看雷霆救兵 我們覺得他是奮勇向前 我們看鄧扣黑大行動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告訴你 他是戰敗的陰霾 兩件事 雷霆救兵的背景是燈落落萬帝 是燈落落萬帝的時候 是盟軍反擊的第一步 其實是打贏的 應該說那場戰役打贏 也是盟軍反擊的第一步 這個鄧扣黑大撤退 就是因為德軍閃電戰的時候 來得來勢空空 英軍跟法國聯軍的時候 在馬奇諾 我忘記了是馬奇諾 馬奇諾 德軍進逼得很快 在比利時那邊來的時候 他們打不贏了 為了要保存實力 英國要保存實力 英法加上撤退 所以我們要撤退 因為不夠打 其實這個撤退很重要 這個撤退令英國可以有喘息的空間 保留實力 像黃絲說的 保留實力 歷史上是這樣的 事實上也是 這個事實是這樣的 其實有很多人說 你覺得這個撤退很成功 其實在這麼多場戰役裏面 撤退得最成功的其實是德國 因為他每一次去打的時候 他都議定好輸的時候 怎樣可以損失得最少 可以回到德國裏面 計劃了 連輸都計劃了 所以其實你所有東西都贏有輸 好像我們這樣 我們就沒有計過輸 是 雨傘革命的時候沒有計過輸 就假成這樣 雖然我們撤退了 但我們沒有輸 沒有輸 我沒有輸 我沒有輸 因為我沒有說過我輸 我沒有說過我輸 我沒有說過我輸 我不認就可以了 其實在英國人眼中 其實這個是光榮的撤退 但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邱吉爾的演講 其實這部電影也有提及到邱吉爾的 因為是片末的時候 最後的時候 因為整個 我可能有點劇頭 不過也不要緊 不要緊 因為撤退了回到英國的士兵 意志很消沉 就覺得我回到國家會被英國的士兵 說我們是逃兵 我們是勞夫 當他們聽到邱吉爾的演說 他們寫出來的文章 就叫做派了定心院給他們 就是邱吉爾說到 這個是片刻的撤退並不是退縮 是為日後的反擊戰 保存實力 保存儲勇 即是海中文所說 土光養肺 土光養肺 誰知道他們這麼不生性 這個是後話 講是非吧Helen 這是一個光榮的撤退 並不是羞恥之事 令到英軍很鼓舞 雖然這個是所謂的失敗 但也沒有打散英軍的士兵 但其實你在英國這樣看 其實你在這部電影裡 就拍到很大的英國主義 其實法國人不是這樣 我看完之後 我也覺得英國人打飛機的功力 真的不在中國和美國之下 那人家打飛機也打得很漂亮 打得很漂亮 人家的飛機杯很漂亮 對呀 飛機杯真的很漂亮 兩隻手很漂亮 不要說一定是飛機杯 飛機杯很漂亮 其實法國人不是這樣看 法國人覺得英國拋氣 出賣了 但很壞 這套新的燈購客 講到英國很有義氣 海軍的司令說 你們先走 我還要幫助法國軍隊撤退 當事實我不知道 有都不奇怪 有都不奇怪 Chen Dining說他看不到 但我們全部人都看到 看不到什麼 說停了 停了 是嗎 我看到了 我都看到了 如果看到就給我按讚 對呀 看到的朋友請給我按讚 那 上個星期是否有陳大明說看不到 不是 不是他 不是他 我有留言給他 他有留言給我們說 他又在說對家 又在說對家 這樣 有人給我按讚 即是有了 是 然後他說 他又在說對家 這樣 算了 我叫他 你不要聽對家 聽我們 是 我們是最好的 真的 因為你說 譬如我 其實我講這套戲 大家有興趣的去看看 雖然我沒看過 我都沒看 但我都相信這套戲 口碑是不錯的 可能有個軍事人 甚至是歷史人 英國人 都應該要去看 即是我要看 即是阿祖的英國人 看完之後 他說我要多看一次 即是譬如我們 我們看歷史故事 甚至乎我們上一節 我們講的一些 很粗淺的歷史見解 除了我們要看之外 民主黨也值得去看 是啊 民主黨就是看了回來 之後他講些什麼呢 民主黨就看了回來 他就是我想說的那件事 他說 無論環境如何險惡 只要守住民心 保存實力 總可堅守到 反攻歐洲大陸的時機 最終戰勝暴政 這樣 這個就是林卓廷 即是他 拆了林卓廷 我姑且當是他 當是他 當是他寫 他不否認就當是他的 鄧扣克 就給他的啟示就是這樣 我們 即是 甚麼 盈住民心 他 盈 是 我先說 保存實力 守住民心 保存實力 這樣 好了 我又問回你林卓廷 如果我們看回鄧扣克的這個大行動 這個大撤退 當然是對 歷史告訴我它是對的 好了 現在回轉了 我又問回來了 究竟我們現在去到今時今日 2017年的今天 其實我也覺得 2014年的 不 不是 2014 雨傘革命 2014年 9月28日 是一個分水嶺 9月28日 是一個分水嶺 香港政治 其實應該進入了 即是 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應該是 香港的民主抗爭運動 不論大家是信奉和理非非的也好 大家是信奉勇武抗爭的也好 9月28日雨傘革命 是一個里程碑 明明我們走前了一大步 結果 79日之後 退回五步 對 倒退五步 你所說的 We will be back back去哪 不知道 林卓廷說 保存實力 保存實力是沒有錯的 守住民心 都沒有錯 我想問 之前你們支持曾俊華參加這個小院子選舉 是怎樣保存實力 到今日 又有四個立法會 是你們泛民的四個立法會議員被DQ 你們如何守住民心 到今日 我們現在討論 我們目前最大的問題 一地兩檢 一地兩檢 你又如何守住民心呢 我看到吳可宜說 這個是一個民意戰 民意戰 因為我覺得 吳可宜說 很清楚 如果你要去 上立法會的時候 你是在市政 是 你除了是民意戰之外 你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打 是 但是我想說話 我真的要掃一掃大家 就算你贏到這個民意戰 你改變不到他們通過一地兩檢的事實 我想你的民意戰要去到 那個震撼力要去到03年 七一大遊行 我可以告訴你 只是一個吳可宜 就足夠我們打贏這個民意戰 其實 我相信是 不是的 你打贏民意戰 他的民意戰 不是道理戰 你那個是道理戰 OK 我明白 吳可宜是有道理的 很多人都說得很有道理 根本就是道理在我們那邊 那就是說 現在我們要問的就是 你如何反映這個民意戰的勝負 不是就是 好像 我們03年七一的時候 很有震撕力 因為很多人去 其實我們現在應該要 那個令到 北京和香港要有害怕的情況 起碼要多過50萬人以外 亦都要多過年初一 警民大衝突那個 才有震撕力 因為你 我們兩個都試過 你已經去到這裏 你可以下去 是 當年我們是有50萬人的 中間可能有1%的人衝我出來 然後50萬人在這裏 那就害怕 然後雨傘革命就上升一級 佔領街道 然後扔磚又上升一級 你沒有來下去 是嗎 你那個震撕力 喂他扔磚也不怕 你的震撕力 你對於那個政府 要害怕你 你的程度就要高過很多 100個人扔磚不怕 你需要一萬個人扔磚 是 所以我就說 我粗略計 有1%的人走出來扔磚 喂 如果我們要再來 我們要反映這個民意 我們起碼要有10%的人出來扔 但已經被拘捕了 而且當有10%的人走出來的時候 中間有5%的人就會說 那幫人跟我沒關係 那幫人只是搞事 那幫人只是收共產黨錢 那一成 陳日君 那10% 對 就是陳日君所說的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你再要跟我說民意戰的時候 那起碼第一件事 喂 你叫陳日君收皮先 是不是 不要出來說話 麻煩你 因為你說林卓廷說什麼 守住民心 守住民心 但這幾年來 民心就是被你們屌散的 是 當我們為了目標去大大步的向前走的時候 你在前面指向我們 是 破壞運動 是 明明我們是坐我們來露營 你老母 你去挑釁警察幹什麼 那之後可能有人被 聽歌的 那些警察 有人被警察拚到頭破血流的時候 拿來壞 那邊煲底的事不關我們事 那些斗賊說 我們的身體是這樣的 那些人不關我們事 究竟你這件事 是不是守住民心呢 旺角被人打到癡廢的時候 你正在金鐘拿著電話 穿著閃燈在唱歌 反對暴力 反對暴力 唱歌反對暴力 當時還在旺角 我們不是在現場 還在打 那邊在唱歌 反對暴力 反對暴力 還要說不要落旺角 叫人不要落旺角 所以 在這整件事 如果由你林卓廷去跟我說 保住民心 不可以跟我說 這個是一個民意戰的時候 喂 你要告訴我 你贏了這個民意戰之後 你會做些什麼 首先就是 你如何去體現這個民意戰的勝負 蘋果日報燈頭條 明報燈過來 到時候就是什麼 贏了民意 輸了選票 對 明明民意 就全部反對一對兩檢 但我們票數輸了 TVB不是這麼說的 TVB是今天的講清講楚 是不是叫做講清講楚 以前吳景俊 吳景俊 吳景俊很有機會 入政府做政治助理 是呀 有機會 A級 內地事務局 是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現在是誰做的 靚那個叫什麼名字 誰 陳嘉欣 陳嘉欣做主持 就說 香港人 大部分人都支持一地兩檢 接受訪問的人說 這些是被政府誤導的 你看 連這些事情 他都這樣說 如果是訪問我 我就說 這些是你TVB 自己覺得 是呀 給我一句話 是你講的 你的數字哪裡來 是呀 他這樣很溫和 政府誤導 但市民 誤導什麼 誤導什麼 究竟是 政府誤導你 還是黎智英誤導你 是呀 他沒有說 他正說政府誤導 是誰來的 受訪問 我忘記是誰 你誤導是誰 你誤導是誰 你誤導是 你覺得政府誤導市民 覺得一地兩檢是成功的 可以行的 那就是 陳嘉欣說的 是對的 是 大部分人都支持一地兩檢 是 你應該一句 是你TVB說的 是 我就看不到 很大部分人認同 另外 大部分都終於發揮到 發揮到 他一針見血的功效 是吧 他誤導你們這群 因為早兩天 就讓那些人 懶得好笑 在那裡 計數 跟馬時鏗計數 那就說一下 有一個項目 叫做建制測試 是 馬時鏗說 高鐵營運費 每個月八千萬 每日26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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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說 如果高鐵 開不了 每個月八千萬的營運費 就付諸流水 是 這樣說 然後他又自己做個Q&A 是 每張車票香港可以收多少錢呢 那麼 一個說法就是 香港最高自收45萬 一個說法 其實他也是說 當他是 當他是 每日要賣多少張票 才能回到本呢 每日賣6萬張 未計建造成本 計建造成本 當50年回本 就要賣18萬張每日 去哪裡找那麼多香港人來 真的有那麼多人來 香港有沒有配套去容納 就算真的有那麼多人 香港又如何容納 他現在一來就是 每日要有18萬人 乘高鐵來香港 才能回到屁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真的是這樣想的 我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我記得我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都是三千多四千元 那時候的兼職 我已經覺得很多錢了 那時候 你以前是零收入 對 然後我開始想 其實 我人生我真的不大貪 我每個月有4千五元 我會賣 4千五元 救我去街 其實呢 其實你如果 我們現在多了很多無謂的 洗費 其實呢 我以前 我初出來找工作 都是五千元而已 是啊 五六千元 還要給一千元 還有可以有錢讀書 你很難發 你想想 但當你長大了 去到今時今日 你就會很天真地想 你都瘋了 一個月給你四千五元 你當然是發了 你發夢啊 一個月只花四千五元 沒有啊 你發了就行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什麼就是 我沒想到 所謂的建制設施 原來真的 就是這樣 他真的拿到電話 對 他真的拿到電話 只計 只計 舖租呢 廣告呢 廣告呢 地鐵上蓋的 物業呢 真的 神經病 就是我一看完之後 我第一次就 不是那麼低能 是 是 不只是賣票 是 喂 人家會這樣跟他說 那你又猜一下 為什麼我每個月要花八千萬 我清幾多人清潔 我清幾多人賣票 全部都是香港人 那些 有低能 大家鬥低能 所以呢 然後馬時亨呢 有低能 我這個呢 是沒有正式 講法 沒有正確 我也是這樣說 馬時亨有低能 是 其實馬時亨好像我們這樣回答 質討論什麼 低能 你說他那個低能 馬時亨回復的低能 如果馬時亨好像我們這樣回答 你瘦了皮 建制設施你 真的 所以 這個項目是誰 范國威他們 范國威等人 一干人等 所以我就說 在這些討論 因為之前還有人說 在火車站 可不可以上Facebook 我就是 生仔 如果一個生仔 如果一個罪犯 火火燭那怎麼辦 如果有罪犯 他是不是跳下車之後 他就不可以拘捕他 是 很低能 那之後大班人就說 反地一對兩檢要聚焦 不要爭辯一些枝折 不要講上網 生仔同救火 不要跟他糾纏不清 是 要集中討論一件事 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 為何要在香港執行全國性法律 其實夠了 只是這件事已經夠了 喂 你還在打嘴炮 去抽情馬時亨說一兩句說話 誒 誒 騙人 所以說 是哪有十八萬人 大班人真是爛船都有三分釘 是 說話不用多 不用跟他一圈一句說話 是 用小小腦就可以了 是 那一開始就錯 是 你做討論之後 決定了這件事之後 後面的旁旁之末節 是 好無意思 但正經看你回水 哈哈 我沒有把錢給我 即是我覺得你說笑就無所謂 即是我覺得你說笑就無所謂 即是我們說笑就無所謂 這些這麼嚴重的事不要再拿你笑 但我 是咯 即是我們自己私底下說笑就無所謂 民意戰 我還記得那天我們看到新聞透視 早兩天 新聞透視 他又模仿之前 友善他們很流行的做法 正邪兩邊同一個問題 正方反方怎樣回答 或者黃藍各方面怎樣回答 他找了誰 吳凱宜和梁愛詩這樣說 其實 在那一集的內容 逼得很緊的了 你會看得出他們兩個的答案 當然 我會覺得某程度上 剪接技巧答夠 其實逼得很緊的了 因為 吳凱宜和梁愛詩跟你說 其實說到尾 他說到沒有 他為了說什麼 那你沒有犯法 怕什麼 你又沒有犯法 怕什麼 吳凱宜和梁愛詩 怕什麼 你看 你看 李波 你看李波 你看李波 要夾走一個人 有多難 然後梁愛詩也會跟你說 你不跟進書 沒有私訊 不是 其實他是不是他說的 好像是 梁愛詩在節目裡也有說到這件事 如果內地部門 要用他們的方法執行 執法的時候 大概意思是說 你阻礙不了 你阻礙不了 那是不是破壞了一國兩制 你不要什麼問題都上升到一國兩制 你有沒有犯法 你有沒有犯法 不是 兩樣東西來的 一個香港人在美國 不是 一個香港人在香港犯了法 接受香港法律 去了美國 香港警察可不可以去美國抓人 所以 對 應該要有引渡法 對 香港和中國是沒有的 香港和美國是有的 香港和中國 香港和台灣都沒有引渡法 中國和美國就沒有 跟加拿大就沒有了 就算有引渡法 是不是這樣夾 是 你犯法 你就找香港警察抓他 不可以分開說 梁海斯是這些詭辯 那當然 所以 其實 我看到那集節目 他們兩邊的說法 其實已經逼得很緊 大家都快要沒有貨賣 但其實 有一個評論是比較好的 就是 現在大家都很少聽 旭文柴場 第一節 上個星期 你就不要聽第一節 第一節就是火滾 第一節就是火滾 聽第二、第三節 很詳細分析 現在他們的說法 其實如果用基本法的二十條 這個權力是中央賦予特區政府的 你就很難去司法覆核他 是 但是對不對 就是另外一回事 是 因為 說到尾 釋法權都是對方的 如果你說用二十條來做一個二十條 其實什麼都不用說 對 什麼都不用說 整個基本法 變成跟基本法某些條文都相抵觸 好像十八條 那就是廢材 內地的執法人員不可以香港執法 那會不會跟二十條有所抵觸 所以那個地方不是香港的 現在 是的 租了出去 不是香港 現在就是 那你還想怎樣 其實不可以 是不是 然後你又會 明天就跟你租一個同學彎 其實沒有貨賣是鎮人 所有政府官員都沒有貨賣 其中一個就是 袁國強 他就說 基本法沒有Define香港的範圍是什麼 是 是 基本法沒有說 但是北京條約 南京條約有說 是 你香港現在的基本法 中英聯合聲明 有經緯度的 有的 有的 香港島是永久各樣的 去到北京條約的時候 戒限階以南 就永久各樣的 戒限階以北 到深圳那裡 就是租借99年 這個是 北京條約 南京條約都說明 你現在 你那個 中英聯合聲明也好 基本法也好 你都是 建基於這兩個條約上面 所以這兩個條約 已經Define香港的範圍了 是 正司司長 喂 我普通人我也明白 是嗎 反而他不明白 不是 他的妹妹不明白 鬼變而已 他是沒有貨賣 直接說 不知怎樣賣 那些什麼 胡錠玉那些 什麼 威尼斯以前很繁榮 但是都是靠水路而已 但是人家興建鐵路 威尼斯不興建 現在就變成一個旅遊城市 是 我想告訴你 威尼斯 這個城邦 沒有了的時候 一七幾幾年 第一條鐵路 就是奧空帝國的 一八幾幾年才興建 讀書 不定 因為你去到 根本 如果你真的要去討論一地兩檢 我是經意看不到有任何的討論空間 是 你是唯一一件事就是什麼 對 民意戰 民意戰 但是 但是 你要說 你說的那個民意戰 你的前提都要是什麼 就是我剛才說的 會不會1%變10% 如果你走出來告訴人 你有一個民意戰 50萬人 我就當你 其實不用多了 我媽媽30萬都夠 30萬都夠 但是你讓對方知道 你30萬裡面 你真的會有10%的人 會出來 起碼你被人看到 你30萬不只是 只走出來 對 就算了 如果你只走出來 你820萬人 我都不怕你 600萬都不怕你 對 其實 出來我反對他們兩檢 那他就 其實不用你說什麼 出來 會要找幾千人出來 訂出來 不用了 你試試30萬人一起衝去政府總部 你不用 打爛東西 不用整天衝進去 夠了 其實都不用了 你30萬人 在沒有不反對通知書下 全部結集在同一個地方 他就害怕了 因為他知道你30萬人已經盤死了 對 是不怕被拘捕的 你也拘捕不完 你拘捕不完 你拘捕不完 30萬人 除非有200萬警察 所以 不論你去討論什麼 其實說真的 就好像大班這樣說 就好像大班這樣說 對的 因為我覺得大班 今次說得對的是什麼 不用說其他事情 某程度上 你就是告訴我 一地兩檢 根本就沒辦法談 不用討論其他事情 因為你說 你只要針對一件事就可以了 他違反基本法 這樣可以了 很簡單而已 對於共產黨來說 我釋法就可以了 你又要我解釋一次 你香港人真的記得萌失 我也是有個朋友跟我說 在高鐵大逃亡生小孩問題 你說這些是浪費氣 浪費氣 不用回事 直接這些真的 我有回事 一年八五個這樣涌下來 你多生兩個 我也有救得你 是不是 你想想 你真的這麼神用 你長大肚子 你明知自己臨盤 你都要衝上高鐵 坐下來 薄生仔 我給你 如果不死得的話 那 剛剛政府新聞網就說 其實坐高鐵去廣州 就快點 快點 坐飛機 也不用早一兩個小時出門口 是的 但他一天只有幾班車 對的 我覺得對的 坐去廣州是快點的 坐去廣州是快點的 坐直通車也可以 對呀 坐直通車也是三個小時 坐巴士 直通火車 直通火車兩小時而已 你要想想 高鐵的站不是在廣州的 他在廣州藍 藍 即是潘如 東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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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差不多 不是廣州 根本就不是廣州 是廣州最南邊近潘如 是的 所以其實是找夠你拔的 以前李嘉誠不是有個樓盤在大圍嗎 九龍唐倫盤 大圍 香港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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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無奈得定 是嗎 袁國強呢 除了這個 講話 沒有Define 香港的範圍之外 他也有說過 香港的法律 應該與時並進 不應該限制香港的發展 那你天天改法律 你天天修改 香港的基本法 我真的覺得他很適合 你先給了Uber進來 是 中國可以 你給了Hidden Agenda 如果法律有追溯力來講 如果香港突然全面推行中國法例的時候 那你之前拘捕那21個Uber司機是否無罪釋放呢 是的 是的 某程度上 你也要道歉 配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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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也要說 配賞 神經病 所以我就說 你要討論這個一地兩檢 你還可不可以從法律 從道理 再侵這個法理和道理 兩方面 你要去拗贏他嗎 你就算被你的口罵得贏 其實很容易 我們三個都可以拗贏 是的 可以拗贏 你不要說不可疑 但你沒有辦法阻止他 包括你不可疑 包括你陳日君 包括你李柱銘 包括你鄭經漢 你也沒有辦法阻止他 加上他根本不需要跟你拗贏 因為當我們還可以討論的時候 又要說回以前 又說學生是鬼 反抗無力 無論是制度以外也好 制度以外也好 制度以外也好 所謂的民心也好 反抗無力 加上他你們這些民主派議員 怎麼可以守住民心 所以呢 始終都是那件事 港豬就最開心 做港豬就最開心 做港豬就最開心 不犯犯就沒事 隔不中抽水 抽身鼓 抽水抽到抽身鼓 話說無機電視上市 厲害 其實真的厲害 顧問你喜不喜歡他也好 我覺得整件事是 我都不得不佩服他這個手法 抽水抽到上市 是的 是的 厲害 因為其實我每次看完他的影片的時候 我心裡都是一個問號 那些客人真的喜歡這些嗎 真的喜歡 真的喜歡 不是只是客人喜歡這些 觀眾都喜歡這些 香港的 其實呢 我很少 從以前開始 我都很少看一百毛 現在我只有不看 那他無記電視有時候 有些專題訪問的好看 我記得有些專題訪問 星期三港岸 有時候就是這樣訪問 沒有其他 只有港姐說 有些矯情的感覺 一些 因為我有一次看過 蒙特疏尼教育 香港有些蒙特疏尼群裡的家長接受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不合適 一百毛訪問 是合適的 是嗎 蒙特疏尼這個教育是合適的 但是那些家長有問題 因為我都有些少研究 蒙特疏尼其中一件事就是 可以讓小孩子跌倒自己起床 其中一件事 但是他裡面有一個訪問 有一個家長 突然推 他的寶寶是 站也未站穩的 那些 然後那個記者 你這樣推下去 然後 讓他跌一下 讓他跌 和你弄跌他是兩件事 大家記住 然後他們用那些碟 他們開派對 蒙特疏尼的家長群開派對 用那些打破的那些碟 然後就說 大人也是這樣用 為何讓小孩子這樣用 然後我就想 是這樣的嗎 即是故意打破那些碟 不是 那些碟可以打破的 通常小孩子應該用交碟 對 他說大人也是這樣用 其實我們應該也要把小孩子變成大型 然後我說是這樣的嗎 不如不要壓片 不如吃煙吧 是吧 周地我 吃煙吧 扣女 是可以讓他用這些東西 但是就要在這些安全的情況下用 即是好像你給他用一個匙羹 你扶著他就可以 不是讓他拿著碟 玻璃打爛 然後又戒損手 就無謂了 自己跑過馬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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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極端 放下直吃麵自己煮 即是另外一個極端 因為我有聽過 即是我有一個項目 我自己的項目 我有寫說 現在的生字很深 有人留言就說 對 之前我在吃飯的時候 有個家長 就很高興自己 四歲的小朋友 認識一串直升機 這樣 接著之後呢 我在想 其實這些家長很奇怪 但是我去公園的時候 我又聽到一個家長說 我兒子七歲 屌虛啊 不是啊 七歲 什麼什麼我都不認識 我不教他 不認識就不認識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極端 是 糟了 不是啊 你會覺得 即是 逼他 你就逼到他盡 你不逼他 好像有自生自滅 自生自滅 不是這樣的 是嗎 是 大缺就算帶他到公園 那裡抱著他 也有他扑街寫的心態 我覺得 一百毛的訪問 很偏頗 所以 我看過一次就沒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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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你想說多一條 你說一百毛 我以為你現在差到這樣 不是啊 我說一百毛 順便說完 這個始終是一個 這個 這個 市場 某程度上都決定了 這個 這個導向 是嗎 事實是 他們的視頻是多人看的 是 而他們的視頻 亦都為了 為他們所宣傳的產品 帶來很龐大的利益 是 譬如之前的銷售 著巢咖啡 你真的看到 那些人是幾盒幾盒買的 你過期走過超級市場 但其實在我身邊 我的Facebook裏面 就算我比較少人去分享 或者討論他們的影片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的群體裏面 都一定有關 一定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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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在網絡世界的人 面對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永遠覺得自己很大 這是一個網絡世界 最好的自我膨脹工具 我已經很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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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所以 所以你便會覺得 你便會更加奇怪 一百毛上市 那些神經病 我真的 哪有人 可能在你心目中 一百毛哪有人看 但其實真的很多人看 真的很多人看 數字反映 有書展就知道 近幾年的書展 都是排林的欺 最多人去排隊的檔 就是一百毛 是 這個是無可放映 你吹得多大也好 都是不教人 因為 沒有抽取成本 我覺得 我們現在 可能你一百毛上市的這件事 他可能給我們這一種人 那種的啟示是什麼 其實 有程度就是 我們在一些資訊上面的 譬如一些過濾 我們去接收資訊的方法 可能 是要轉的 是要轉的 或者我們不看蘋果 我們覺得 蘋果寫一些新聞 但是 我們的確擺脫不了 我們是要看新聞的 是 除非你能有本事 我真的什麼東西都不看 你這麼有型 是吧 可能就會有些人去挑戰 那你怎樣學人關心社會 是吧 你會有一些這樣的事情 問題是 我們去看一百毛 我們去毛記電視 不要只說一百毛 毛記電視 他上市的這件事 你去 我覺得 第一 是有一個正面的作用 其實是 正面是 給我一些年輕人的 真的 你看 幫這個 渣打理財這個 有 一百九十幾萬人 留難過 你明白嗎 你這些 你的收益 這些 收視率 或者我這樣說 這些收視 你在電視 你都不可能做得到 這間公司付出的廣告費 你給一般的電視 下廣告可能 一定便宜很多 是 電視台和你逐次計 可能出來的效果 還沒有一般 以往我們傳統的廣告那麼老套 是 那麼公式化 可能給一百毛搞一搞 可能就 更加 更加 更加年輕人去喜愛 更加入屋 可能是 我覺得這個是唯一 可以帶給這個社會 最正面的一件事 就是 告訴這些年輕人 真的有機會 只要你有料到 當然 我的理解 我可以這樣說 吃到一條水 對 這個從來都是 第二個做又不行 永遠都是第一個做的 是天才 但是 你說吃到哪一條水 我都 那些江湖傳聞 都要保留 不說 大家都只有一個古字 我覺得一百毛 就跟成龍一樣 吃一條水 但是你也要吃得到 就是吃得到 所以我說是厲害 沽問論你是不同意的做法 也好 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有些很嚴肅的問題 民生問題 或是政治問題 你放到一百毛 那裏 就是覺得 是 有些太過輕跳 是 令到 受眾 不會太過正視 核心問題 如果你說 譬如 如果你說一百毛 他們 譬如林逸熙 阿布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以前所屬 認識的名字 上台 對 如果你們真是 還有陳強 如果你們真是能夠 借助這個機會 因為其實 我想說 坊間已經有很多人去 去看那件事 就是什麼 上市 那不就成功 但是 其實在我心目中 我的理解不應該是這樣的 你出來搞生意 你出來搞什麼都好 你的目的不只是為上市 好了 到現在 如果 譬如有人投資也好 相信其實應該也是 或者你真的可以很賺錢 因為其實你很賺錢 都不代表你要上市 你上市的目的 是什麼 集資 對 集資 做大它 如果你是能夠利用到 你這一份的影響力 我上市 我集資 我是不是應該可以做一些 更加有力的事情 以前我和你嘻嘻嘻 我現在集資 我現在有很多股東 你可以買我的股票 我和你玩認真 如果是這樣 我現在告訴你 他用那個承包商 幫他上市的承包商 是一些比較 有很多 很不好的 即是 你一上市就要公股 然後拆小他的公股 那一定 一到數就拆小他的100毛 拆小他的公股 然後 因為這間公司是做這些事情 幫他上市的公司 所以 我已經告訴你 你的願望 已經不可能成真 所以我就是 我現在想告訴大家 一件事 就是 喂 是 他搞到上市 他賺到很多錢 但是 這件事是和他上不上市 是沒有一個必然的關係 應該這樣說 他上市 可能他賺得多錢 但是對社會沒有貢獻 這件事 就是分開來說 他說接下來 可能會 類似 進軍香港樂壇 那件事 可能做一間唱片公司做發行的 我不知道他日後會怎樣發展 不過不要緊 主要有盤蔡盈子 我都會支持 因為我都很喜歡盤蔡盈子 所以我就是說 就是 你說 你當我霸這個道德高地 什麼都好 我就是這樣說 我就是這樣認為 你做不做得到 或者你有沒有這樣的打算 或者你 能不能夠 將香港 導向 到 一個更好的方向 嗯 就 我就 我 我看 我可以下一個總結 我看不到 這麼快 跟Billy一樣 我看不到 他會向你那個 良好願望的方向走 就算你不會走偏 你以往的做法也好 你都不會有更進一步 我覺得 我站在香港需要改變的情況下 是 就是 就是 因為他這麼成功 就繼續彈這條路 就是抽水路 或者是 嗯 就是 當有時候是叫做 在黃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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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就是林一 林海鋒這樣的風格 就是 他會有分享一些時事 但是 就是 稀少路馬 是 小馬大幫忙 是 在這個時代不行 其實是的 因為你某程度上 譬如 有時候我早上開車 我有聽林海鋒 他跟 譬如他跟潘小圖 丸子健 他們去對一些時事所需的評論的時候 你會開始都感覺到 你們都覺得吃力了 是啊 因為 你真的 你除了 講我這一套之外 你真的 如果你們繼續講你們那一套 你真的沒有什麼好講的 嗯 那反對嗎 反對嗎 又反對不到 是吧 抗爭嗎 又太暴力了 那又怎樣 就笑了他就算了 然後 他就在過程中 不斷在說笑話 在搞笑話 等大家笑了他就算了 他們永遠都是只講到表皮那一套 是 而 很多人聽的 是 例如林海鋒 所以你養成了一群港豬 就是因為林海鋒那群聽眾 其實是有影響的 嗯 我絕對有影響 因為他不會講深入 不會講一地兩檢的問題是什麼 是 那些港豬的受眾 就是接收到他表皮的東西 是 再深入這個討論 就沒有了 沒有了 還有其實呢 我偶然也有聽 但其實我也覺得他們 已經開始很難去笑一些東西了 你一地兩檢怎麼笑 對 沒得笑 你怎麼笑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笑 還有呢 就算你現在想用這件事來笑 會被人罵 有的 都會被人罵 總會被人罵 總會被人罵 對 他們都 後來說 越來越難閒 已經很難笑 因為現在現時多很多選擇 因為現在現時 你罵好不聽 你很多人聽 以為以前沒得選 我不聽商台 就聽廣台 廣台 我一定不聽 我供聽你 9970 剛剛才看得回 原來之前 我們已經被李柱銘封了 你的後腦了 媽典 若有第二次佔中 佔了幾天 他覺得不對路很容易透過20條 將佔據區域 做短租給內地實施 根本現在就是用20條 當然是用20條 那就是 喂 剛才我們說 不是說佔中 還佔中 不 若果有 若果有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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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說 We will be back 現在就是沒得 back 你明白嗎 如果有基本法20條 就是他們沒得 back 他們把下角度租給中國 那怎麼辦 他就開坦克了 有基本法20條 你的法文在不在都沒所謂 你都不要搞 你說什麼都沒用 如果你說到20條那麼厲害 不是 那 都很矛盾 你幹什麼 自焚 李柱銘 陳入君 兩個一起 兩個一起 分開好 分兩次 分兩次 震撼成意 一地兩檢 那你當然要分兩次 什麼 黎智英 不要 不如這樣 我建議你做醜痕一次的黎智英 你看到他們兩個自焚 你旁邊開香檳 自豬死地然後 開香檳 開香檳 我們才會醒的 對 反正也是 所以你一看到這件事 你再去看看被DQ那四個立法會議員 是否微不足道 嗯 好了 然後姚重賢再跟你說 如果 他真的追我薪金 我問他拿回顧問費 我問他拿回顧問費 幾千 三百萬 那政府如果問你拿回薪金 幾千 一千... 幾萬 哦 他就收你千多萬 你追回他三百萬 你都不知道怎樣計算 即是你很有信心 你還到七百萬 我覺得很搞笑 你還是追了 追一億啦 追十億啦 喂 你中間 你做議員的時候 通過的 財政撥款 多少 就追那條數 是 你不投票 顧問你贊成也好 差咬 是呀 吃差咬 吃差咬 可能他就是 我就是計算 只有三百萬 就是差咬只有三百萬 就是差咬只有三百萬 你多吃大一點 所以 所以這八次 你反正說出來 都沒有可能 你為什麼不說大一點 還有 你... 我覺得他有原因 他有可能的 他真的追得到 我覺得 是這樣的 是啊 他一來追得到 二來 可能有前科 你不知道 我覺得他故意是這樣的 有話題 你看他 真的收多少 老實 老實 黃絲 還有 李遙重嚴 你就是要吸收一下 鄭大班所說的話 別人說這些廢話 你明明是在說 他用司法干預你立法 廖長賢就說 詩詢費 長毛周圍 幫人撲水 打官司 還有補選 其他有些 就說希望 不要... 選得回去就好了 有些又說 希望秘書處 不要那麼快把他人工住 說這些 投降不要不肯肉酸 真是 那你就變相 他承認他是有資格DQ你 人家打糕你 你不去還多自然 就說不要打臉 不要打臉 不要打臉 李昌怎麼都可以 哎咦奧 你加買一套 带謊 拿套 unteer 我唯一要求 然後輸身 說你拿來 你不要帶套 不要射進去 KSителя 不要射進去 不要射進去 呦 不要射進去 我把它拔下去 倒點可樂下去 事後丸 OK 你負責不負責嗎 不負責 那就沒事了 所以 例如你林卓廷所說的 保住民心 守住民心 你們手條糞毛嗎 手條糞毛也沒有了 手條糞毛也沒有了 所以你覺得很悲哀 譬如 你說像鄭英漢一樣 我們當然想正正經去反對一地兩檢 但在我們來說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在這個節目上 我們就這樣說 我們說什麼 李柱銘 陳奕君 叫他自焚當然是開玩笑 你可以當是 你可以認真 你可以認真地做 你認真地做 我都不反對 其實我們就這樣說就這樣說 可能李柱銘聽不到我們這句話 自己怎麼穿了 你笑著說 你是在說什麼 不是的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你所激發起的民意 你一定是有我份 是 而且你們是民意領袖 你是不是要想辦法 再激起這股民意 因為現在是神毅你們 鬼毅你們 神毅你了 你說要我們反對到底 我唯有我們走去反對到底 我們不走你那條邏屌 你又說我是鬼 老老實實 如果你們民意領袖 吹大雞說 一定要怎樣推倒這件事 我一定出來的 是 我一定出來的 不是 說真的 不是 看你做什麼 大是大非這件事 一地兩檢 對了 大是大非 一地兩檢 我們要走出來 反對到底 好 怎樣反對到底 我們遊行去中聯辦門口 所以就說 表達我們的訴求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問他 何俊仁剛剛做完手術 你問他 我們要反對到底 在中聯辦大請願信 反對到底 反對到底 我們去到中聯辦 那怎樣 和平 最重要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OK 我都明白 在門口大口號 反對和尼檢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沒有啦 你自己都說不下去就算了 很辛苦 總之我剛才說說話 你作為民意領袖 應該帶領我們 如果你吹雞 他不是吹大雞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 我一定會支持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 我不是說吹大雞 或者呢 不好意思啦 你先想這個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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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OK 活的 我就會出來 OK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 李卓人走出來 不是 何俊仁走出來 你不緊的 李卓人都可以 你走出來都可以 你不要反問我 喂 我們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那你有什麼辦法 你扔轉有沒有辦法 你不要問我 我們扔過 因為真的有人扔過 我是雷文 是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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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KOL 是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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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是雷文 是雷文 是雷文 你真的叫你跟我說 反對到底 反對到底 然後到中聯辦 然後我問你 怎樣反對到底 我們保留實力 保住民心 撤退 撤退 不是撤退 是行動 是保留實力 我們已經彰顯了這次的訴求 我們已經表達了這次的訴求 我們已經表達了這次的訴求 如果他們一意孤行 就是突顯了他們的不堪 這次的行動就是突顯他們的不堪 他的不堪還要我們突顯 是不是他的對白 我們已經已經說了 好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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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不堪還要突顯 真慘 已經很不堪了 已經不用我們突顯 還有很多香港人未看到 是 好了 船灣淡水湖 船灣淡水湖 有學者說 有個方案就是 把船灣淡水湖 填平 起樓 不用搞那麼多 你先搞150個單程證 如果你不解決那單程證 每天四萬多五萬人 大陸人香港 每年 你起一輩子都不夠 你二平的維港都沒用 你填海填到去非洲 都不能夠住 因為十三億人 因為最主要那個點 因為污染雞籠 沒有用 我剛剛才發現 根據基本法 香港是有四 有嗎 香港是可以 嚴格來說 那150個單程證 要資深香港 然後香港批准才可以批下來 正路是 正路是 因為市長都要入境處 不過沒有 所以先解決這件事 要不然你所有穩地的起樓 我一力反對 不要說田平淡水湖 說起樓我都反對 這個時候就會有智者出來 跟你說 其實二平的維苑起樓 我個人是不反對的 但不要起得太多 就令他落格下跌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